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们开个箱 路由器 HR6000 TV-Link 普联的 左侧的这是 TV-Link 3010 硬件是 V2 的版本 很好用 这次准备买一个性能好一点的作为 AP 使用 其实开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的选择历程很重要 好 我们边拆边说 这个路由器的价格现在是 299 300块钱 这个路由器的价格是 220 还是 240 多 这个作为主路由器 你甭看它小 但是它很强 开始我想买轰尼的 AX6000 我之前买过 现在也降价了 400 出点头 那个很强 跟这个芯片是一样 只不过那是 2.0 GHz 的 这是 1.6 GHz 的 都是连发科的 比到这个 830 但是如果用小米的 它就不能和 TP-Link 组 卖式 同品牌的才能组卖式 这个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其实你买别的牌子也是一样 这个是正面 很小 比我想象的要小 这是 3010 这是 6010 都是同系列中最便宜的入门款 这算是比较新的 一条千兆网线 一个电源适配器 12V 1.5A 没了 就是这些东西 下面我可以继续说为什么要买这款 我本来想买一个 2.5 G 网口的路由器 因为我的电脑主板有一个 2.5 G 的网口 路由器支持 160MHz 2×2的 MIMO 加上 160MHz 才能达到 2.4 G 的 Wi-Fi 这样它和 2.5 G 网口就很完美 这是理论上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很多手机都不支持 160MHz 包括 PS5 都是 2×2 MIMO 的 80MHz 它连接速度也只有 1200MHz 只有一些安卓的高端旗舰才支持 160MHz 苹果手机都是 80MHz 的 所以说苹果手机的 2×2 MIMO 即便是连 4×4 MIMO 的路由器 对了 这是 4×4 MIMO 的 2.4 G 和 5G 都是 这个是 2×2的 MIMO 2.4 G 和 5G 都是 2×2的 MIMO iPhone 手机和一般的手机 它都是 2×2的 MIMO 80MHz 连接速度都是 1.2 GHz 和千兆网卡差不多 所以说千兆网线 千兆网络还是一个比较普及的概念 2.5G 还是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端的 目前带 2.5G 的路由器 有很多 都比较贵 都在 500 上下 甚至 500 多一点 一个是麦式组网 我选择同品牌 第二 是否需要 2.5G 目前我选择了一个适合我的 那就是千兆网络 千兆网络也有很多选择 包括我可以再重新买一个 3010 或者买一个 3030 3030是联发科的820的芯片 也不错 但是 网上有很多评测说 它的做工用料都不是很好 后来我又想买 5410 5410也是新出的 外观跟这个差不多 比 3030要好 5410 5G 是 4×4的 MIMO 2.4G 是 2×2的 MIMO 这个是 6010 芯片 比较新 比较好 另外只贵了 50块钱 我觉得一步到位 买一个 60系列的入门款 看我视频说的只有短短几秒钟 但实际上我已经在研究路由器至少就有一个月了 包括问朋友 还有网上各种调查 不说了 至少说 我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 所以说和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在买东西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只能说哪个适合自己 不知道买什么 那只能说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你也不知道社会上 世界上目前这个阶段都有什么 有的人喜欢性价比 什么叫性价比呢 就是高性能 但是它在其他一些地方会有一些塑水 开始我买路由器的思路就是 开始买便宜的很多人都说好 后来又有很多人说不好 然后看着看着就要高端一些 然后又有很多人说他这点不好 这点不好 然后我又往上看的高端一些 看来看去这个价格从200直接飙到1000了 后来我一看这个1000块钱的路由器 并不是这个 我就说1000块钱路由器 很多功能都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要求 但是对我实际需求来说 我只需要他这一部分需求就可以了 我花那800块钱买的那些东西 可能都不是我需要的 或者最近这两年我都不需要 这个小破玩意 我本来之前以前用的是华硕的 AC86U 也是小1000块钱的路由器 后来发现很多东西都用不到 我只能用到它30%的功能 所以说那个路由器在我手里就是废了 太浪费了 后来我买了这款 这款我发现使了两年 非常的适合我 够用就好 这个是作为无线扩展用的 选来选去并不是价格问题 五六百咱也出得起 七八百也出得起 关键是又大又贵 然后还有很多功能都用不了 用不到 还热 还挺老大个儿 太浪费了 性能够用 温度比较低 网络信号各方面 像什么功率放大器 屏蔽罩 散热 做工 品牌 用着舒服 这才是我想要的 上机就不演示了 就和大家开个箱 我估计应该挺好用 如果不好用 到时候再退了再换 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购买路由器的思路 要买适合自己的 如果你只为PS5或者Switch 或者是Xbox 或者普通的笔记本电脑手机来用的话 一般家里面 用这一个足够 如果你的家比较大 超过100平米 或者超过90平米 有些地方有死角 那就再买一个或者一样的 或者买一个5400的 或者是6000的 这个作为扩展都可以 通过最近的学习 我刷新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一个设备 比如说手机 它只有22的MEMO 它在4x4MEMO 上使用的信号 要比2x2MEMO的路由器要好 也就是说 一个5400 或者一个 AX6000系列的 它都是4x4MEMO的 虽然我的手机只支持2x2MEMO 但是它的 使用效果 我理解 就是信号强度 或者传输速度 传输距离 都要好于一台2x2MEMO的路由器 这是我刷新的一个认知 这个视频有点长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给各位参考